陈兴东希望刘女士注意到 她的强势给丈夫带来了压力 这也间接地把丈夫推到了一条危险的道路上 当听完观察员的这一番话 刘女士觉得十分委屈 于是她说出了接下来的这句话 刘女士告诉我们 从她和丈夫结婚的第一天起 她就是负债前行 她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 我跟她结婚 人家那时候万一我跟她备债 就是备到两万块钱 从结婚开始就备债了 对 因为那个是房子债 当她考那个年就是考到南京来 把家里房子卖掉到南京来买了房子 又是寄了就要的债 老家房子就卖七万块钱 在南京买了个房子买了二十几万 这又是欠债了 欠债当我愿意跟她还 我想问一下 从结婚 然后到从老家迁往南京 就这一路过程当中 你是我一直就很不愿意 可是我没有办法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没有 我一直是愿意的 跟她走过来的 同样供供过来 她自己也跟我讲 她的导师说 你老婆承受能力很强 把大房子卖掉 就拿进来买这个小房子 那个时候你为什么愿意 因为我们说我们还年轻嘛 是吧 我说我还能苦嘛 刘先生 当时读书 包括到后来举家迁往南京 你是怎么考虑的 我考出来已经35岁 第一个考虑她身体问题 她因为当时的极度贫选 身体不行 第二个女儿的问题 因为说我们一辈嘛 差不多就over了 女儿假设到大城市来说 她估计会更加适合这个城市化的一个公司 我当时的想法就做这个决定 所有 然后我举家迁往南京 按照她所说的 虽然收入不算高 但是我们日子平平淡淡地过 可是你没有接受这个平淡 你有了新的想法 这是为什么 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手头的钱肯定是不够用的 因为她生病嘛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这个时候估计这个机会还可以 这个培训机构要一个三年期 对吧 我怎么想撑过三年期 你还是心里有梦想 或者说有抱负 对 不可否认 刘先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他35岁放弃了公职 从一个小县城的老师 变成了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 来到了这个城市打拼 并带着妻子和孩子在这里立足 实属非常不易 而关女士在那么艰难的时候 陪着丈夫一路披荆斩棘 需要勇气 更需要对丈夫的信心 既然风风雨雨都走过来了 为什么面对今天这样的困境 关女士就失去了信心呢 心理专家李金平 试图解读关女士内心的变化 你们一直的状态是 关女士只负责 我过平淡的生活 就平平淡淡就好 而刘先生显然是一直在折腾 30多岁考研究生 然后卖房子 举家迁往南京 接下来又开始办培训班 又开始买商铺 等等等等 一直一直都在做事 只不过是 做事的结果 在关女士看来都是错的 在你们建20年的婚姻当中 你除了要求过平淡的生活 你到底为这个家庭的发展 做过哪些努力 或者是愿意做过哪些努力 你除了反对 你丈夫不能做这个 也不能做那个之外 你有没有建议过 你可以做什么 培训班 咱们不做了 但是你可以做这个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商铺 贷款你不能买 但是我们可以做其他的理财 什么理财 我们是可以做的 什么投资 我们是可以做的 有没有建议过 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 就是 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反对得 那么理直气壮呢 因为他在消耗钱 他钱都要我共同给他摊 他没有资历办 他就不能办 那我反对过了 那是最终被阻止了 如果坚持到现在做起来了呢 其实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他培训班 到今天为止做起来了呢 如果他商铺 现在转手卖掉 他赚钱了 他赚了几倍的钱呢 那可惜他事实没赚 那现在他已经赔到了 说了事嘛 谁做事谁错嘛 不就是做多了事嘛 为什么举家前往南京的时候 你那么愿意扛呢 因为你看得到啊 我也看不到 因为你受想其中啊 是不是 是 是 是